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是通往民主的唯一道路 你好 你正在收听的是DurianFM 我是共振党迪泽区州议员郑立康 留言当头 我是恩慈 在游戈道 我是妍妍 填码星空 我是威尔 开灾节快乐 我是家马 是的 今天是来到第二天的开灾节 那我们继续呢 还是会跟大家一起填码星空 那今天的课题呢 就是族群关系温度计 说到这个族群关系 我们现在还正在这个 开灾的这个喜庆的氛围里面 那那个开灾节是在马来西亚 是马来人是穆斯林的一个节日 那这个节日里面呢 就是举国同庆 但是是不是举国真的同庆呢 我们印度大兄 这一天会不会很高兴喝很多的酒呢 我们的这个华裔朋友会不会去罚权 会不会去这个云顶 也喝的醉醺醺呢 你这样子说就有很多华裔 或者印度大兄不高兴 你先把华人定位为赌博 印度人定位为酗酒的人的族群了 对不对 就是刻板印象 是 那马来人的老娘会问你了 那你觉得马来人在干嘛呢 现在 文化是什么 马来人 吃人睡觉 刻板印象就是这样 马来人都是懒惰 对啊 对啊 最开心 马来人还会这么说 那马来人都是华人养的 有这种说法吗 有有有这说法 这是我们养的 对吧 都听到过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就是在马来西亚 咱们这个族群的这个关系 这是基础分类吧 应该算是什么 基础分类基础标签就是这样 你看啊 这是在很多的国家 其实单一民族的国家 在这个世界上 现在已经是少数了 是很少数 才有这种单一民族 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哪一个是有单一民族的国家 我比如说 台湾呢 这个台湾 台湾算单一民族吗 其实它很多原住民 算少数了 但它的比例是很少 比例是真的少 日本 韩国 中国 法国也是单一民族 法国不是了 法国绝对不是单一民族 对现在应该不是 但是他们对民族 其实中国还可以算 因为为什么 中国的这个汉 汉元占了90% 按道理来讲 按照中国原本的 这个族群分类 族群结构分类来讲 是不是中国算是个多元的民族 但是中国在近 两三百年里面的汉化 非常的严重 就是汉化之后呢 现在就变成了 这个汉族呢 是超过了90%以上了 所以它是比较单一的 就是你要说 俄罗斯 它可不是一个单一民族 不太俄罗斯 是 这是你说美国 就是一个多元 大戎奴 大戎奴的民族 巴西 我们在南美 巴西 智利 这都是多元 多元民族的这个国家 印尼 印尼 也是多元民族的国家 咱们再谈东南亚 东南亚 这个 新加坡 新加坡也是多元 算是多元的国家 虽然华裔占了多数 但是新加坡的多元的氛围 还是 还是小多元 小多元 OK 咱们再看这个 缅甸 缅甸 缅甸也算是个多元 其实那个多元的定义 或者标准在哪里 百分之多少 是宗教为组 还是一 没有 族群它的比例 只要比例不会相差太远 就算多元 像中国如果把比例去到百分之九十 就不算多元 我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或者是说 一个是以宗教划分 一个是以民族划分 如果说是一个国家有多元民族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有多元 有多元性 OK 我要这么讲 这个多元里面 它分几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是 这是人种的多元 人种 就是多元 就是族群的这种人种的多元 第二个呢 是语言的多元 就是我不同的人种 而且我还使用了不同的语言 但是在美国这个情况呢 不太一样 美国这个情况是 虽然是不同的人种 但是说同样的语言 这个他的这个多元的这个这个力度啊 或者是他程度就没有那么强烈 OK 再再下一个就是宗教 就是你我我既不跟你一个人走 我也不跟你一个语言 我还不跟你的宗教还不一样 然后再接下来一个就是生活方式 也不一样 生活方式也差得很远 你们一天吃三餐 我一天只吃两餐啊 你们是白天睡觉 我晚上睡觉 然后这也是可能扯远一点 那说的蝙蝠侠 对 但是就是这这几年来 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再来看回来 马来西亚的状况 我们拿马来西亚和这个中国 新加坡 这三个国家做一个比较 那看来还是马来西亚最多元了 比较起来 对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感觉上我们的族群分类 起码你看我们就说三个民族将分了 是三大 三大民族 也有其余 宗教又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宗教 而且但是糟糕的是 华人都被归类为这个佛教 还有被归类这个伊斯兰教 那另外一个就是语言 我们各自说的完全不同的语言 这些东西也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你在这个多元 同化最不成功的国家 你三样东西你都具备 对吧 不同的这个人种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宗教 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所以你四样东西 你基本上你都具备了 就五毒俱全 像新加坡来说呢 它应该是宗教信仰不一样 它人种也不一样 但是语言 但它有共同的语言 应是英文 这是一点就保证了 我不知道新加坡这样子的 是一种成功的模式 还是一种怎样的模式 它至少有四分之一 它把它已经淡化了 对吧 四分之一的淡化 这个淡化你不要看 它很有成效 为什么有成效呢 语言的沟通 它是一个知识层面的 它也是一个感情层面的 它也是一个文化层面的沟通 其实有没有一点像中国 它把这个普通话 让每个人都学 OK 咱们就讲回中国 中国的种族 应该是同一类的种族 但是五十六个民族来说 似乎它都是黑眼睛 黄皮肤 黑头发 但是似乎它的民族性 又不一样 语言也不太一样 什么的机关 还有宗教 宗教也是不同民族 有不同的信仰了 你包括你包括 你包括回族啊 你包括满族啊 是撒马教 你包括蒙古族 也不有不同的信仰 你包括新疆维吾尔族 也不有不同的信仰 我这么 汉族也不同的信仰 我这么上回来 再讲中国 中国的 我刚才我还差了一样东西 没说 我说了四样对不对 我说了第一个是什么来着 人种 语言 宗教 生活习惯 还有一个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我拉掉一个 就是地理位置 就是五样东西 地理位置 好 讲到地理位置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讲中国了 那中国不同的族群 它有不同的地理分布 对吧 是 是不是也注意到这一点吗 在马来西亚这个情况呢 有点不一样 平均分布 平均分布 相对比较平均 在中国呢 它有一个地理分布 藏族人在西藏 维布尔族人在新疆 蒙古人在这个内蒙 对吧 然后是什么 什么人在三亚 什么人在 东乡族 在东北啊 等等的 这些 它有一个分布 结果呢 大部分的汉人是在哪里的呢 大部分的汉人在这个中国的东部 中部和东部 中原地区 这是 这是大部分的情况 那么汉人呢 其实呢 我们现在是大一统的汉人 过去的很多都不是汉人 现在都把它变成了汉人了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过去不同的这个种族消灭了 种族差异消灭了 过去不同的语言 现在都是普通话 现在用普通话去消灭 没有到百分之百啊 但是已经到了百分之六七十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宗教 就是过去很很大差异的不同的宗教 这个也差不多 现在已经模糊了 大家都信自我 对 都信自己 对 也没有一个就是规定 你必须是个什么教 你是什么人 你就是个什么教 那当然了 我们我们还说 中国仍然有一些 比如说 呃 在汉人地区啊 也有些 伊斯兰教啊 天主教啊 基督教啊 或者是 这些其实数额超小 数额超小 其实可以忽略不计 大部分人都是务实主义者 对 和自我主义者 所以你看 你看在什么层面 就是说 呃 他 呃 还有一个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 所以 所以你就看在中国呢 基本上 他百分之九十的是被 同化的汉人 然后呢 讲同化的语言 讲同样的语言 然后宗教信仰也是模糊的地带 也也也都模了 模糊了 然后呢 就是地理位置呢 还有 还有一些的分布 也在迁移 像有一些在清江啊 内蒙古啊 他都有很多汉人 就移进去了 所以是什么呢 所以说在这个多元性的方面啊 他没有马来西亚这么强烈 嗯 马来西亚地理位置 倒没有那么强烈 除非你硬要说 就是在郊区 马来人 乡区是马来人 就是大范围没有 小范围没有 对 对吧 在大范围没有 小范围没有 新春是华人 这样子的分类是不是 对 这是小部分的 所以你看 你看这个美国人 他也是这样 美国人呢 人种呢 他还是没有那么快的 就是融洽 黑人的 白人的 或者是这个亚裔人 尤凯人 这他还在 这个都还在 他都还在 他他你去到一个美国人 他会告诉你 我是爱尔兰后裔 我是意大利后裔 我是墨西哥后裔 他都会说 巴基斯坦后裔 甚至埃及后裔 伊朗后裔 他都会说 但是呢 就是说 这是过去吗 还是现在 现在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现在我听了 有一些书上 就这么说的 现在的美国 他无论是哪一个裔的 是 是印度的 还是日本的 还是中国的 还是华人 还是其他意大利的 还是犹太人 他们现在普遍说的 我是美国人 他说美国人 但是他还是背后有的 你看他的那个身份证明的时候 他背后还是有放的 你是意大利裔的 还是什么裔的 这是新移民 可能过两代之后 这些可能会没有掉了 好 我们讲的 但是呢 他们新移民也好 救命也好 那他 如果你要想在美国社会 如鱼朵得水的话 生活的话 你一定要去学好英文 是 这没有 没有你的选择 他是个大熔炉 你一定要学好英文 你 你可能 你的自己的母语 就会弱了 而且你可能也没有 这个母语的学校 而且如果你可能将来 你成家立业了 脱离过去家庭的那种环境的时候 你你的这个结婚的对象 是另外一个族群的人的时候 你的那个家庭的那种 固有的那种文化就会 就会出现 交融 交融 或者是分分分隔出来 是 所以 所以你看 美国是一个 你说他是多元 但是呢 他很多的 他也没有这种 呃大的那种 那个地理的因素 不是说黑人一定是在哪一个省 才哪一个州才是黑人 但是你要在一个小的地方 比如说在纽约啊 这是黑人区啊 这是白人区 对啊 这这个有 跟马来西亚的情况有点类似 是 对吧 但是呢 他绝对没有马来西亚这样子的 就是说 马来人 他一定是伊斯兰教 或者是这个印度人 他一定是信都教 你在美国 你看印度人 他可能是基督教 印度人 他也可能是伊斯兰教啊 因为马来西亚这个也也有啊 印度人 这印度人 普遍印象中觉得他是信都教 其实其实你换过来的话 他虽然有 但是他占的人口比例不大 他不是主流 但是你看美国这个例子哈 你看他种族都是不同 完完全全南辕北辙的种族关系哈 种族是完全不一样的 呃 你包括他 还有刚才你所说的是什么 包括种族 还有地理 还有什么 还有语言 语言 生活习惯 宗教 宗教 宗教确实这方面 也许每个人可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你包括犹太人 他信仰犹太教 你包括穆斯林信仰 穆斯林的伊斯兰教 包括基督徒 信仰基督教 这是宗教 他们应该是一个很多元的一个宗教体系了 宗教完了之后 他没有宗教分 但是宗教 宗教他不和人种绑在一起 现在马来西亚状况是绑块了 就人种和宗教绑块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方面 美国他是说都是英文 因为他的地理区域 他们也现在也逐渐的在融合在一起了 基本上是 那么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美国各族群融在一起的力量是什么 是语言吗 还是宗教 其实语言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呢 就还是他能够在某一个层面上 我刚才我不是说有五个有五个点吗 那至少可能是两个点 越多的融合的点呢 他的这种族群关系呢 就会越融洽 这是我的我的我的理论了 我的这种说法 如果越少的点 比如说在新加坡只有一个点 就是语言 那那英语的那一个点 所以他的族群关系呢 他未必是一个最融洽的状况 你就要新加坡 你就会发现 新加坡的族群关系 你看上去会比马来西亚好 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很融洽的状况 像美国那样的状况 他肯定达不到那个状况 但是美国和新加坡又差在哪里 我感觉好像表现来说 差不到哪里 感觉像 有表现 我举个例子 就从宗教信仰来看的话 这个美国的就就没有那种 绑的那种概念 但是新加坡仍然有绑的那种概念 而且新加坡仍然存在于 比如说他有一个政策啊 虽然英语是他主要的语言 但还有一个政策 这个政策你不知道的 学中文 你是华人 你就必须学中文 你是马来人 你就必须学马来文 你是印度人 你就要学这个印度话 除非你特别强调 你不是不要学印度话 那个时候也很尴尬 为什么呢 我是印度人 然后我跟政府申请 我不要学印度话 你是不是很奇怪 很奇怪的一件事 也许对于我们 也许对于我们理解来说 是这样 也许新加坡人并不感觉是这样 我曾经看过有一个学校 叫南洋大学 是吗 在南洋大学当中 其实有他主要是一个 也许大家会认为 他是华文沙文主义的一个大学了 但是同时期间呢 也有很多的马来人 还有印度人去这里来学习华文的 其实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了 但是现在确实新加坡 它是双语制度嘛 我们公共场合 工作场合是说的是华语 但是你要保持你自己的母语 每个族群的母语 你包括马来人 他又需要学习马来文 你包括华人 需要学习华文 你包括印度人 学习戴梅尔文 但是他也有一个条件 是如果说你第二语言 你不想学你自己族群的原 你想学其他族群的语言 这也是可以的 去看你自己的选择 不不 其实在新加坡来讲 是不可以的 在新加坡来讲 是不可以的 除非你有很足够的理由 去说 你要学的是那一门语言 我举个例子 你第二门语言 你是马来人 你说我不学马来语 我要学华语 不行 你只能学马来语 只能学 只能学马来语 除非你给我一个理由 说我父亲是马来人 我母亲是华人 可以允许你学华语 在新加坡来说 马来语是有意思的一点 马来语是一个必修吗 不 你是马来人 就一定要学 这是你的第二语言 你就必须要学马来语 那华人是不需要学马来文的 是这样子 不 你第三语言 你就要学马来语 还有个第三 还有个第三 你有能力的话 你可以学第三语言 如果你没有语言能力的话 你完全就可以掌握两种语言 就可以英文和你自己的母语 但可爱的是新加坡 它的官方语言就是马来文 对 因为当时在 它不叫官方语言 它叫国语是马来文 但是官方语言是英文 国语是马来文 因为当时新加坡在分离 分离出来之后 这是历史情况 好 我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的政治人物 在马来西亚 没有向人民去表明这样的情况 我们的学者也不跟人民 去讲清楚这么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族群关系 中间的这样一个道理 我举个例子 你今天你在伦敦 伦敦是一个大都市 你走到伦敦街头 你会觉得很surprise 那简直是一个万花筒 什么人种都有 对 可是感觉那边的歧视也是蛮 种族歧视也是蛮重的 是吧 有一些 有一些种族歧视 我首先讲说 它是一个万花筒 但这个万花筒里面 你是一个 我讲的伦敦 欧洲好几个国家 除了一个伦敦 还有一个巴黎 除了巴黎之外 你还要 如果你去的是法兰克福 或者是德国的 还有哪一个 西德的 还有哪一个城市 除了法兰克福之外 还有哪一个 比较 首都是什么 德国的 德国 德国的首都是哪里 来着 都林 伯林 伯林是东 东德的首都原来 我忘记了 莫尼黑 对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到 是很多元的 德国人 德国籍的人 连黑人都有 伦敦也有 巴黎也有 阿拉伯人也有 南亚人也有 你到英国伦敦 最多这种南亚人 巴基斯坦人 英国人 埃及人 都有 很多 什么 但是你如果真正 你要在英国 扎下来的话 你是不是仍然 也是要 以英语 为你的语言 但是英国的 这种多元 它有个意思 它跟美国 有点不一样 你看他南亚人 他还维持 这个什么 他的这个 新独教的 比如说他的信仰 有的还维持 这个 巴基斯坦人 就维持他的 伊斯兰教的 这个信仰 对吧 马来西亚人 好多巴黎人 维持他的 伊斯兰教的信仰 但有些人 企图教信仰 他 有点像 新加坡这个概念 就说 我是什么人种的话 他没有那种 大龙龙 他不像 美国的那种 大龙龙 他还维持着这个背景 他结果 什么问题出现了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英国 有点什么 种族歧视 这个现象就出现了 而这种现象 英国的种族歧视 其实他背后 他的严重性 比美国要来的强烈 但是德国 没有 这样这个歧视的根源 是在哪里 我的这个意思 还是说这一点 就是说 你越让他的这种差距 这种反差 越缩小 这个问题就越小 这种东西越扩大 这个问题就越严重 但等于是说 你刚刚说的 这五点当中 只要是符合了 这五个任何一个点的话 就已经是 族群关系就更糟糕了 就有一个问题 更糟糕 我举个例子 你又说边缘的 这个问题 在现在我们看到的 伊拉克在打那一战 库尔德族人 库尔德族人 他在什么地方 他在伊拉克的北部 伊拉克的北部 跟土耳其交界 跟叙利亚交界的 那一块地方 对不对 其实他也是一个族群 他也是穆斯林 他是逊尼派的穆斯林 而且是 但为什么呢 他这个人 他是因为地理的位置 给他去到那一边了 这就出现了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类似的这个情况 也是有的 其实中国有没有 小的范围 在内部也有 我举个例子来讲 土家族人 苗族人 在什么地方 这些人就只能在山里面 这过去一路来 就是在山里面 打土匪都打到 那个地方去了 就是他们在山里面生存的 过去 讲福建 福建省的 过去福建人 都是些什么人呢 都是些叫奢族人 淡族人 这些奢族呢 是在这个 山里面生存的 就是山上生存的 淡族呢 是在海边生存的 然后呢 这个过去的 这个中原的这些人呢 就是说 这些汉人 就跟他们去通婚 就把他们给汉化了 通婚 通婚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通婚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蔡川的说法 最喜欢的 很好的方式 其实蔡川说的是对的 通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但问题是你 你怎么能够做到 那个通婚呢 我举个例子 你愿意跟他去结婚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 你必须 你首先 你首先要 隔除 到今天为止啊 过去你要隔除 这个习俗的障碍 今天你要隔除的是 法律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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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个例子 在马来西亚 如果没有人管你 你就说 结婚登记 只要在登记所 去登记 然后呢 就没人管你 至于你一个穆斯林 或一个非穆斯林 要结婚 你是不是要肯问 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事 而且你要肯问的话呢 你去自己到教堂里面去 你自己找了隐碍 去帮你 旅行了这个东西 你就肯问了 就完了 我政府 我不理你这一套 现在不是啊 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是要娶一个 但是我们 马来西亚是一个 穆斯林众多的国家 而且我们实行的是 这个 伊斯兰法 我们实行的伊斯兰法 这个Sharia 是伊斯兰法 有伊斯兰的法庭 我们实行了这一套 所以这个就是成为 我们融合的一个障碍 就是看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领袖 他有没有这个远见 有没有这个意愿 让大家通婚的障碍 把他给拔掉 拔除这个障碍的 再通婚 你比如说在中国 其实中国人 中国的穆斯林 他也是希望 我穆斯林 我娶一个穆斯林 或者我嫁一个穆斯林 对不对 就算不取 不取非穆斯林 或者嫁非穆斯林 也希望这个非穆斯林 能够能够肯定成一个穆斯林 但是这样子的东西呢 没有国家并不约束你 而是你自己 你看你的区域 你看这种事情呢 如果在汉人居多的这个区域 比如说我过去住过的长沙 就湖南啊 这些地方啊 那没有人管你 但是你话说回来 如果你在西安 或者你在这个穆斯林聚居的那个区域 那这个有人管你了 你至少 地方政府在管 不是地方政府在管 他那个这个社群 这个穆斯林的社群 他就开始管你了 所以你就必须还是一样要 不是必须 多数人的压力 他也不是必须 社会压力 你有一个办法 你有一个办法 就是教人教坏了 你可以就是离家出走 对不对 你可以私奔了 就私奔 你来教人私奔 所以相信如果在马来西亚 你想要族群融合的话 确实是一件困难上再加困难的事情 你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一方面 华人马来人意识不一样 华人一直认为自己是很高傲的一个 很优越的一个民族 那么认为马来人这个民族 好像是我不太看在眼里的这种感觉 如果让两个民族融合起来 那也是很困难的 这是一个民族问题了 另外的一个 刚才你所说的宗教问题了 宗教问题 它不仅仅是通婚的这个县令的问题 它有其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啊 思考的方式啊 这个方面的方式都是宗教的问题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可以融合 包括语言啊什么都可以融合 回来我告诉你 它为什么可以融合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活到最后 爱到最后 我是欧阳文峰 你现在收听的是 榴连FM榴连台 榴连当头 我是恩奇 自由高招 我是燕燕 天马行空 我说呀 快乐 我是加马 是的 我们刚刚听到了 就是要怎么去融合 通婚这个问题呢 确实是 目前为止 觉得说 是一个可行方法 但是在马来西亚 确实有一个 盹牌在那边 顶着这条路 一个是宗教问题 一个是种种族问题 还有语言问题呢 语言问题 如果前两个问题解决了 我相信语言问题 我觉得这一个问题 其实蔡川 我觉得他多的是对的 只要解决一个问题 只要让他通婚 这些问题 就因而解 其他的都会随着时间 随着环境 就可以成就的 对 我也相信 如果是允许通婚的话 但是 我相信也许 有各个 各个别别的一些华人 他愿意娶马来的姑娘 但是整体的华人的感受 他还不是很愿意 我觉得这未必 我觉得未必 请这个马来的姑娘 那我觉得未必 因为一旦去的话 我是不是 我的信仰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首先 一旦通婚的话 首先 华人的财富 就差不多会 马上少掉一半 又是这个关系 就是钱 对利益的关系 不 你本来嘛 你这十个 你到吉隆坡 你到那个 到那个什么 米维利也好 你到那个 Pavilion也好 你到看 马来妹 十个 十个 就是 比这个华人妹 漂亮的 多 那财富少了一半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他嫁给华人 那财富就过来了 你还不是一样 那就是说 你娶了一个华人 或者嫁给华人 你还是一样 你如果说 他嫁给了一半 那还有呢 我娶一个马来姑娘 难道我每天 都要做五次礼拜吗 难道我就不能吃猪肉了吗 等等的 历次生活上的问题 是不是也是问题 不 这个就看你们的融合了 我相信有些人 真的他就不吃猪肉了 有的他就真的 我也相信有些人是 但是这有些人 大部分还是少部分 很难讲 可是刚才就说到的 我也很难讲 那当你 当你啊 当你给他充分的自由的时候 充分的没有约束的时候 他觉得 都是自愿性 对这个宗教 觉得真的是好的时候 觉得这个宗教 对我来讲 我说我不吃猪肉 或者说我没有喝酒 我不去赌博 其实这样的生活 如果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来讲 何莱尔不为呢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影响不大 我反而我觉得最主要有两个影响 就是比较困难 为什么会让华人止步的部分呢 就是在宗教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宗教 因为你 明文规定的宗教 你文明规定以后啊 你给人一个祖贺 对 你给人一个祖贺 人家不敢去涉足 你那个 你让人觉得好恐怖 而且再加上 如果今天啊 今天的社会 我反而觉得啊 今天的社会 到了一个什么阶段的 就是说 你财富不是一个 你所追求的一切 我要追求一个quality life 并不是钱就能够说明 就是 就是quality life了 那么我 我享受一个健康的生活 我不要每天的 就沉醉在这个 花天酒地里面 里面去啊 我希望有一个这个贴心的啊 这个这个老婆啊 一回到家来 能把茶给我倒上 能给我就是一份报纸再看 哎 我喜欢这种生活 那我就娶一个这样子的老婆 我也没有这个压力 我不是说 我娶了你之后 我不可以跟家人见面了 我就跟家人就全部那 我可以 那觉得 我觉得哎 这样子的话 那我还有礼拜 我还有什么 就跟我带来更多的这个信心 给我带来更多的正面的东西 那我就 有一个宗教 有什么不好 对 如果就算没有的话 也不会有人 跑上你的家门来对付你 对呀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对 跟你说 哎你 我抓到你喝酒 还是什么 不然你去世过后 突然跟你讲 你突然你是穆斯林教材 然后就 所以这个 对宗教的信心 应该是成一种开放型的 不是成为一种压迫型的 这压迫型的 话 你永远得不到这个 所以政府应该改变方式 改变做法 我觉得是应该 我应该是应该改变方式 改变做法 我相信 但是也非常的困难 即使是现在我们的当权政府 国政府愿意改 难道明年政府愿意改吗 比如说现在 在明年方面 再也有伊斯兰党 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吗 呃 我觉得困难 对 所以说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问题是 很多东西啊 都是要由你有一些东西 先提出来 一些理念先提出来 呃 昨天我看了一个贴 就是伊斯兰党党会 贴上去 贴上这个 如麻不降 呃 这个 不降 如麻不降啊 就是我支持 收工糊涂的 这么一个贴 就是支持 结果一看 那个回应的人 几几几百上千人 都是支持的 都是支持糊涂的 所以你说 因为我 为什么他们支持糊涂呢 其实 其实他们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 我觉得了 他们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 就是说 呃 我是穆斯林 我是这个 清掌伊斯兰党 我就支持了这 糊涂 他也认为我 我自己不 不会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实在 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 我所了解 在马来社会里面 这是栏嘎糊涂的 可能还真不少 是 呃 就是说 就是呃 违反 那个糊涂的 这个法律的 可能还真不少 包括男女之间的关系啦 呃 包括喝酒啦 包括这些 呃 一些不道德的偷借啊 等等的 这 这实在是有的 有的人是嘴里面说的 但是 一旦 到了实际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人性的弱点 你必须了解 有些东西 就是人性的弱点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 在支持呢 他们是不明白 还是说 他们 我觉得我们没有 我们整个社会 包括伊斯兰党啊 都没有给人家一个 正确的宗教观 嗯 啊 这是一个危险的事情 就是不知道 他在背后的缘由 是什么 啊 是吧 就好像打个比方 我说佛教也好 佛教也有所谓的五戒 就是所谓的 就是不杀生 然后呃 不不不偷到 一样的 也是不偷东西 不喝酒 等等 可是很多时候 大家就是啊 所以我要守这个东西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其实他这些是有他的原因的 他是比如说 呃 不不不喝酒 是为了保保保保持你清醒 不要做坏事 那其实最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就跟就是了 所以我相信 他觉得说 哎 我是穆斯林 所以我得要支持互动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人家说 哦 这个是个好人 呃 那个谁 呃 我也是个坏人 我也是个好人 呃 为什么说好人 你看 又不又不毒 又不喝 又不瓢 呃 但是你话说回来 如果这个真作为一个标准的话呢 你一眼望去 十个九个都是坏人 哈哈 对不对 所以所以这个中间到底他的这个点 回过头来 所以所以国家发展到现在这个啊过程来说是很难回头了 嗯 或者是他的他的本身他的政治方向就是以种族为方向的一个政治方向 那么如果他以种族为政治方向的话 那么他的教育体系包括他的社会管理他都是以种族为划分的 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记得当时在新加坡离开 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呃 新加坡的李光耀他就说了 他说一个国家 我要新加坡选择一个怎样的政治方向 你是以国家为基础 国家的未来的发展为基础 还是你以种族为基础 如果你以国家的未来发展为基础的话 那你实施的一些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都应该以国家发展为考量 如果你以种族考量为你的主要的政治方向的话 那么你的无论是你教育体制还是人群的一些规划 你都是以种族为考量的 所以他这句话也许就代表了新加坡是走一个以国家发展为方向的道路 那么马来西亚是以一个以种族发展为方向的一个道路 最糟糕的情况是马来西亚不单只是以种族这个划分的情况来统治 或者是来治理 还把这个种族关系和宗教绑上了在一起 那就更难分割了 你怎么去分割呢 因为宗教本身已经是很大块 而且挺敏感的 再加上种族也是一个敏感的个体 敏感加敏感 他变成超级敏感了 所以 而且不管是种族还是争强 打破不了 对 很强的情意结在里面 所以像加马说的烟囱 我觉得是应该是不可能可以打破得了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的话 当时敦拉萨或东姑 东姑所做的决定的话 是以国家发展为方向的话 也许现在的马来西亚是不同样的 其实我觉得 也许你刚才说的 不完全 我不完全认同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李光耀所讲的这句话 并不代表李光耀 真的自己就是这么实践的 因为在新加坡 仍然也是以种族来作为一个划分的 他唯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做了一件事情 而这件事情呢 就是这个英文 语言作为这个语言 而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呢 是受到新加坡人 特别是新加坡的华人 大部分华人 所反对的一件事情 而到今天为止 到今天为止 马来西亚 或者新加坡 有相当 新加坡相当的部分的年纪大的华人 和马来西亚的华人 都认为新加坡 在这件事情上 李光耀在这件事情上 出卖了新加坡的华人 就把华人带上了 对这也说 这一方面是华人杀文主义 在说这样子的方式 也就是说 但是他 他有一个条件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为什么以英语为主要的工作语言 就是因为英语 我因为新加坡 它是一个小岛 它是不 它是弹丸之地 弹丸之地 他只有通过世界各国的一些贸易 他才能从中有他的地位 所以他用 他把英语 他把英语化作为他的工作语言 就能很好的沟通 与西方国家 与中方国家 很好的沟通在这个地方 另外一方面 这是他选择英语的考量 为了他整个国家的发展 另外一方面 他为什么要保存 每一个族群的语言 这个语言就是 他说了一个人 因为他是从小 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了 一个人 如果说 因为他从小是学习英文 长大的嘛 他就感觉到 我学习英文长大 我再怎么学习英文 我也不能让别人认为 我是英国人 每一个人的皮肤和他的眼睛 都能透露出这个人的种族性 所以如果你没有本身民族的文化 你很难在别人的面前抬起头来 这是一个民族的自信 所以他要求 我整个新加坡是用英文为主导 但是我每一个族群 需要用他自己的语言 来表现每个族群的自信心 和他的一种民族的自豪 我觉得对这个李光耀 是要给他四六开 四六开 我千万千万别掉到他这个现金里面去 就为什么呢 你像 我们并不是说他把这个 这个什么新加坡 变成一个讲英语的国度 也是怎么怎么这个不好 但是他在他形容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说了很多漂亮的话 就像你这样的美女 就很容易被他这些漂亮的话 所蒙遍了 所蒙蔽了 就为什么呢 就是其实他要搞英语 就是搞英语 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我要把新加坡塑造成 这样的一个人 就我既不要靠到中国那一边去 我更要靠到西方那一边去 而且这个英语 如果未来的这个语言 不是英语占凹头 而是德语占凹头 或者是法语占凹头的话 李光耀今天还敢站在这 说这些屁话吗 他会把它改成英文 他会把它改成法文吗 他也会把它改成德文 不可能 所以就是说 他就是讲了一个屁话 你知道吗 李光耀就讲了一个屁话 所以但是他就命运就那么好 你知道吗 就就就像这个马航跟新 应该说他眼光好吧 他看准美国会崛起 美国和英国当时的势力 其实有一点我是认同的 认同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在这个这个土地上 有三个民族 这三个民族 你拿了哪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时候呢 剩下的两个民族呢 都会不满意 那我用了第三个语言的话 是不是这个问题能够解决 这也是他考量的一个点 这是一个方案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人 也在想朝着同样的一个方式走 但是没有他那么 什么那么心狠走辣 去砍掉人家一样东西 那就是马哈蒂 那马哈蒂就那个时候就用这个 教数理的方式 其实目标是一样的 只不过马来西亚要走的稍微慢一点 不要走的那么快 不要那么 因为当初这个敦姑 阿布朗拉曼的时代的时候 他就想一下子就把他转型成一个国语 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 结果敦姑也失败了 失败了 为什么马来西亚还有个灵验狱吗 对不对 到底这灵验狱是个叛国者呢 还是一个这个 竹魂 这个竹魂呢 这个是到未来给人家去判断就好了 但这个是个历史的现实 我今天反而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新加坡有些新加坡现在的现实 那新加坡的问题是另外一个话题要讨论 那么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现实 你刚才讲了 是一个种族为为什么的 为这个中心的 如果想为马来西亚找一条出路的话 你是你感觉是新加坡的模式比较好 还是感觉应该慢慢慢慢的 对印尼三个三个中心都说马来文 共同语言是马来文 还是共同语言是英文 就是我们就有两个 我们就有两个这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印尼 印尼就是所有的语言都是马来文 泰国呢 他也成功 他也成功 这个这个新加坡也是一个例子 他就是把他的语言变成英文 新加坡也成功 也也就是说什么呢 你觉得呃 现在马来西亚应该用马来文 还是要用英文呢 我现在就认为你 你觉得马来西亚 当然用中文似乎咱也都同意 是不可能的 对吧 那就是说呃 到底应该咱们用马来文 作为一个最通用的这个官方语言呢 还像那个印尼那样 还是用英语作为一个官方语言 像新加坡那样 我看咱们智慧在哪 我看咱们大家智慧在哪 是我可以做主的话 我应该会学李光耀这样选一个英文 OK 对 你呢 我同样会学 你同样会学 你呢 我呢 我感觉华人普遍会选择李光耀的做法 那么马来人呢 普遍会选择印尼的做法 印尼的做法 所以你又说的对了 他没回答 回答了 回答挺好 没有没有 他自己的意愿 那你自己愿 你就直接说出来吧 那没什么 我自己的意愿是没意愿 因为我感觉是很难实施 无论是以马来文也好 是以英文来好 都很难实施 维持现状是最容易的 所以我就说 所以我就说 马哈列是最聪明的一个人 就是他并没有反对 用马来语作为国语 作为这个语言 但是呢 他在进行的一个工程 就是让英文逐步的 这个也就是华家总是说的 温水煮青蛙 他们就是要温水煮青蛙 一步一步的 就是谁 谁反对了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就是董总 对吧 就真正反对你们二位的意见 老实说我当初 我并没有觉得 马哈列的这个策略 有很大的问题 我一直不明白 为什么大家都一直在反对 说英文教数理 他们给的理由是说跟不上 但是我认为当你开始一个任何政策 对跟那个就跟上了 而且现在补习中心 等整大堆 所以你看我我就是说了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国情 要解决一个国家的问题的话 他一定要有有一些智慧 你不用智慧的 你说用死硬的这种方式 我觉得是不行的 是行不通的 你让马来文成为这个国文 你现在是国文了 你让大家都来掌握马来文 人家不愿意 你催呀 对不对 这华人或者什么 他不愿意 你催呀 已经不知不觉的在掌握了 我觉得 这是掌握了一部分了 但是你说掌握的很好吗 像恩慈这样的 一走出来就把他扔了 对吧 就不用了 我们不用了 不用了他不就忘了吗 有时候在学校都是考A的 比马来人考的还好 对不对 一走出来两三年之后 马来文都不知道去了哪了 对吧 所以你看 这个烟囱就越修就越坚固了 越修就越坚固了 所以在这个现实里面 马来西亚现实是什么呢 咱们再回过头来 讲马来西亚的族群关系 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什么 你说的是现在的 对就算地位 比如说华人地位 马来人的地位 社交也好 政治地位 经济地位 文化地位 各方面 现实是什么 政治地位是马来人为主 如果是经济地位 大家都认为说 好像是华人在主导的整个 但是好像并非完全 对 其实真的很多大企业 心理安慰的 可能中小企业是 做了很多生意的等等 但是你说大企业的话 背后里面其实也很多 所以就简单来说 还是以马来人作为主导地位 对不对 简单来说的话 你看好 就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 马来人现在占了60%多 将近70不到70的人口 对吧 然后呢 他政治上已经占了绝对的优势 我为什么讲他绝对优势呢 就是说他从这个政府部门 政府公务员到军警 是吧 到这个学术 各大学的学术人员 科研人员 是吧 到法律人员 司法系统 都是马来人 在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岗位上 那华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他有几方面的原因 当然一方面原因 可能马来人 马来人的这个领袖的高层 在某个程度上 政策层面限制了华人 第二个可能性 是说华人根本就不愿意 去到这些公务员的 这个机构里面来 对吧 再有华人愿意 可能是比如做生意啊 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久而久之 我们不要说远了 就从独立1957年 到现在的50几年里面 在整个社会结构方面 马来人的经济 逐步的在走上坡的路 但是相对而言呢 华人在这个经济蛋糕的比例里面 是走下坡的路 然后我不是说华人 华人的这个经济 这个是不是又回归到当初 经济比例是走了下坡的路 是不是因为那个经济的政策 所导致的 你是说新经济政策 因为把赖在新经济政策身上 我觉得恩慈讲的并没有错 肯定是有新经济政策的这个作用在里面 帮助之下在里面 但是你有没有听到一些政治人物讲 新经济政策根本就没有汇集到马来人 是 也有一部分上纸的说 不单只是政治人物讲 而是华人商家都在说 说从经济政策当中受惠的 最多的还是华人商人 他们自己说的 但是这个比例有多大 我们不知道 对 所以这些政治现实 我们普通百姓 有没有认真的去理解过它 有没有去认真的去研究过它 我们很爽 为什么呢 在整个华人社会里面 我们有华文报章 我们各个这个街道的店面 大部分都是华裔的老板 是拥有的这个店面 所以我们一直生活在 在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社会的圈圈里面 我们开车从一个点 点对点到另外一个点的时候 一下车也是华人的地方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 是围绕在在这个 自我的繁荣里面 所以你感受不到这个国家 你到底在这个国家里面 占有多大的这个分量 如果你占高一点 你仔细的看一下 华人人口二十二十二个比例 百分之二十二到百分之二十三的这个比例 那么除了人口比例以外 财富比例是怎么样子的 他这是这个受教育的比例是怎么样子 所以你整体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国家 这个种族关系不不和谐的话 如果华人在这个国家的整个进程里面 逐渐被边缘化的话 那未来的几十年 所以这也正是我所担心的 其实我所担心的是为华人所担心了 因为整个国家 不论是在政治上是马来人在控制 那么马来人控制了政治 他就能够控制教育政策 他也能够控制经济政策 所以慢慢慢慢的这个经济蛋糕 也慢慢慢慢的马来人也是居多的 那么这个教育政策 他也许是没有明显的表达出来 但是他慢慢慢慢的也是在温水煮青蛙 慢慢慢慢的以马来文在 更多的更多的用马来文在 在做教育方面的事情 所以在这方面 我是还是很担心 华人在这方面 我反而觉得这是没必要好担心 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还是人口的问题 人口的问题 现在马来人的人口是不断的往上升 那么华人的人口也是不断的往下降 我觉得如果当有一个族群 他突然站了出来的时候 或者是他突然变得更强大 而能够盖过其他族群的时候 他反而是变成他同化的更容易 而且他反而会趋向于一个 可以打破颜囱的这个状况 因为你没有办法每一个族群都强 你必须要有一个是站在主导的地位 而且是最强的地位 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是以华人为主的一个社会 但是你看为什么 他们虽然说有族群问题 但是他不会有这样子的潮流 没有那么严重的 对 因为他的主导的是非常强 那在马来西亚状况就刚好 可能他又 你看 有点势均力敌 对 有点势均力敌 他就不能够打破这个颜囱了 我反而觉得有一个这样状况是好的 也是可以打破这个颜囱了 但是现在华人人口是24% 如果是你想那个结果 你想象的那个情形 那个社会出现的话 也许华人的人口不到7%或6% 这样的一个少数人群了 他会随着减少 那么少数人群的幸福确实也是幸福 但是大部分现在华族的幸福 也许就会跑到外国去找幸福 其实华人是一个很容易适应的民族 我是觉得就是汉族 你看在整个地球当中 整个世界当中 往外移民最多的就是中国人 对吧 我感觉是好像中国他去到哪一个地方都能生存 来到这个东南亚他也能生存 但是就因为环境的关系 刚好在马来西亚 我们有一大批这样子的华人在这边 所以就能够跟当地的 或者是这个马来人民族啊 能够势均力敌吧 你会觉得想平起平坐 想要争取一些利益 但是当这个族群 哪一个其中一个族群变少的时候 另外族群壮大的时候呢 那这个族群的声音可能就变小 而同样的他会慢慢的去影响 慢慢去同化他 而大家也接受了 那小族群就慢慢接受了下来了 就认同 我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命 他们不觉得怎么一回事 而且尤其随着时间 他也会慢慢的 因为可能当初 就是像我们的前辈的话 他们还有很浓烈的这个华人情 对 可能随着一代一代的 他就慢慢减少了 当你的后代 你不知道说 原来是这样的情形 你就跟着 本来我一生下来 我就学的是马来文 我看我身边教也是马来文朋友 那我的语言也是马来文 他就慢慢变成像美国这样子了 也许那样子的状态也不乏是一种幸福 对 也不能看起来是不好 但是从现在去看的话 从现在的情感去看 就觉得很悲哀 华人被压迫了 没了 但是相比较之下 还是感觉新加坡的华人是比较幸福的 因为他们作为主导 谁独导就谁最幸福 其实未必是这样 其实我看到在马来西亚 很多华人还是生活得非常非常的幸福的 非常非常幸福 比新加坡人更幸福 你是说在哪一方面 不是 在生活方面 我完全体会到你的感受 在生活方面 生活素质上面 生活方面 生活素质方面 还有这是就是 我在讲 比如说这个社会地位 你说一个新加坡人 他真的有什么社会地位吗 也是没有的 还不如一个中国人 到那后面去到那的那个地位来得好呢 这我在新加坡亲眼看见的 新加坡朋友可能不认同你说的 到时候看到他们什么留言 今天应该会有知义型的留言 我们在等你 谈了好多新加坡的东西 对 是了 是了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那明天同样时间再会了 拜拜 拜拜